在1988年的2月27,我当时早上已经都上班了,上班以后呢,有一个婴儿哭声,发现这个小婴儿,那当时您有孩子吗? 我有两个男孩,有一个男孩呢,是领寻生亡,我感到非常悲痛,在悲痛之中,我们千万百一里,把这女儿复杂了。 那等于其实大家都知道,你们家这闺女是抱养的是捡回来的,是吧? 街里街坊都知道,但女儿知道吗?小时候。 当时不知道。 当时她就学到她里头去,就一些人就嘲笑她,你是捡的孩子,我不通你玩。 那你们想了什么办法呢? 我们去中学,离我们二十里地,我当时开始,我过那去,就把床啊,被子,拖起,带上米,带上油盐,我就用车子,就拖到那个中学去了。 就爸爸去陪读了? 这种两年,我的女儿很孝顺我们,她看到我们这个能力,成熟不了,她就要脱修了,就不肯逗了。 今天女儿也来了,是吧? 来了。 也把女儿请来和爸妈妈一起,给我们讲讲,好不好? 好。 来,我们有请月月。 哎呀,好漂亮啊。 主持人好,大家好,我叫张欣悦,今年33岁,来自湖南,常德。 哎呀,这怎么爸爸,女儿上来就流泪,这怎么了啊,老父亲? 她好充电啊,是没读完呢,我也很。 哦,难过是吗? 就是爸爸刚才讲了一半说,其实高中应该可以读完,那就是女儿太懂事,看到家里穷,自己辍学了。 是的,因为我父母为了不让我被贬嘲笑,就把我转学,转到一个学校。 然后我就看着我爸50多岁了,还陪读,我说我要想个什么样的办法,辍学呢? 我就跟我爸说,眼睛失利不好,其实我那时候200度,其实也还行。 我说我都不进去了,我要辍学,在我就是死定的张所的情况下,他没办法,就妥协了。 其实是要去赚钱啊? 是的,然后上班拿了第一分工资,279块钱,给了我爸妈200。 但其实那个时候你是知道自己身世的,爸妈在爱你,他们也真的只是你的养父母,不是亲生的。